当我们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你最想拥抱的那一个人是谁 有的说我又拥抱我的老婆 有错吗?没有 因为你爱的你的老婆 但是我们更又拥抱耶稣 所以今年 我们要更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我看了两篇灵修片 非常好的 就是说当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跟我们的父神的时候 我们阿爸父的时候 恩典与平安会交给我们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 就是恩典与平安 所以我们要更认识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 并且在福音里面的这里 这些恩典与平安就会交给你们 所以另一篇是说 当我们去拥抱智慧的时候 属天的智慧的时候 智慧会给我们两边手 我们的右边是产兽 产兽代表什么 年轻 健康 左边是给我们什么 richest and honest 就是说 财富 丰富 并且honest 所以这是我们每个男人所要的 我们每个人所要的 所以今天你要 右边跟 左边你就是要援抱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就是我们的智慧 他就是我们的恩典 他就是我们的 一切的 腐弱 所以我们 今年 我们又学习 学习什么呢 我们又学习 我们今年的知识是怎么样 又与耶稣同坐在 他的天上 在天上 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同坐在天上的时候 这就是 恩典的画面 所以今年 我们所需要的 刚才四哥说 就盼望的 就是恩典 恩上 这样 我们来看 记载在 撒加里亚书四章六跟七节 他就是耶和华对我说 就是耶和华对 所罗爸爸讲的话 万君的耶和华说 不靠权势 不靠才能 乃靠我的灵 所以今年 不要靠我们 这些都是落体 你如果是靠落体 你就不靠 圣灵 如果你在落体之下 靠落体之下 你就不在 他的圣灵里面 你不在他的圣灵里面 你就在 律法之下 当我们行在 圣灵里面 我们就不在 律法之下 想法 当我们行在 圣灵里面 我们就在 恩典之下 所以今年 我们是靠着 他的圣灵 在我们 在我们里面 我们顺着 他的圣灵 带领我们 每一天 所做的 对的决定 第七节 就告诉我们 他说 当你靠着他 圣灵 行事的时候 大三啊 你算什么 你必在 所罗巴巴 面前 化为 品地 所以今年 你靠圣灵 靠他 恩典的 前面 所有的 纸爱 所有的困难 都会被 完全被解决 他必帮出 那块 风垫顶的石头 就是 王公鸟 盼水 就 方夫 生 就是什么 用恩典 恩典归于戒店 所以今年 我们需要的 就是什么 恩典 就是恩典 这个店 差不多 经过几十年 没有建成 后来 当 耶和华对他说 你不要靠势力 你不要靠权势来靠我的灵的时候 他的灵就感动了一个王 那时候 王就是大力无王 他出钱并且把所有以前店里面的贵重的器皿 全部 完成了全部搬回去 这就是今年 耶和华又对我们说的话 不要靠势力 不要靠权势 就是靠你落地 我很厉害吗 有 很多时候 我们不厉害 有时候我们会厉害 所以 今年 就是我们 要 跟我们的阿大夫说 我要的是恩典 并且 又是恩典 又是恩典 从耶稣的奉献礼 我们一次又是 领受了 几次是恩上 几年前我去沙巴 在我弟弟那边游玩的时候 我们去海边 所以那时候 我们也下去玩海边水 后来风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波浪进来 我们就冲出去 一个波浪出来 我们又冲出去 知道我们累了 这个波浪还在冲 所以今年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一波的恩典 又一波的 就是说 当圣灵在运行的时候 就是 远不止尽的恩典 你们相信吗 所以 今年我们的主题 就是大风雨之年 就是只有在 祂的圣灵的带领之下 在祂的丰盛的恩典之下 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个 我们所有看到的风雨的一年 我们看下一个经节 就是在以赴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七 然而上帝有丰盛的怜悯 他深爱我们 尽管我们死在过患中 他没了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了过来 你们得救本 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在基督耶稣里 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好借着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思的恩典 向后他显明他 无可理事的 丰盛的恩典 我很喜欢这个经节 所以 他说 用我们同坐 今年我们的思维 我们灵里面的思维 心里面的思维 我们必须更上一层楼 我们必须更上一层楼 很多事情就发生在天上 格尔楼上 所以在旧约 以利亚先知在格尔楼上 使一个死去的少年 呼和过来 是在 是在 列晚记上 实际上你们自己去看 还有以利沙同样的 他所为那个 妇女 祷告 一对夫妇祷告之后 那一年就有一个儿子 后来 他的儿子也是少年 在 在天理工作的时候 他说 我的头很动很动就死过去了 所以那个妇女就去找以利沙 以利沙来的时候 就把她抱上那里 为她准备的格尔楼上 后来同样 因为她呼求耶和华 她是怎样 跟以利亚一样的抱住 面对面 后来就 呼和过来 在新月 有这样事情发生吗 有 很多事情发生 在格尔楼上 耶稣 第一次 跟门徒传讲 福音的奥秘 他教导很多事情 就是 在保罗私信 为我们 显明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去看 保罗的私信 今天 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 更明白我们能够如何活在 祂的恩典里面 所以就在 格尔楼上 圣灵加灵 就在格尔楼上 保罗 是犹底骨 也是少年 是他复活的 所以 是上帝的能力 是他复活的 还有一个就是 多家的小女孩 使徒彼得 也是把他抱上去 在格尔楼 祷告 福求上帝 使他复活 他复活 所以这里就提示我们 今年 今年 很多少年人会死心 很多少年人又回到 救会 很多少年人 又 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 我们又知道的是说 然而上帝 有丰富的怜悯 怜悯是什么 怜悯是说 我们不该得到的惩罚 上帝 去给我们怜悼 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我们得到 不赢得的 恩宠 今年 今年你要知道说 阿爸 父 是 深深的爱你们 所以你要 又有这个思维 又有这个 看到 在你心里面说 阿爸 父是 爱我的 所以在 十七章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 显明给我们一个 天父上帝的名字是什么 父亲 法的 所以今年我们祷告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说天父 好像天父很有 是吗 在天上 以前我也是这样 后来现在 我慢慢去思考了 如果我们是坐在耶稣 一起同坐在上帝的右边 再来有一个经解构 我们是跟他一起同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时候 上帝是跟我很近的 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就我们 爸爸是什么 有的说 阿爸 有的说 爹地 所以阿爸爹地 所以我们可以说爹地 所以这就是很亲切的 不要有缘 看见这个有缘 所以 今年我很多时候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或者忽然间 我身体哪里痛 我说 我说阿爸父 我现在这里有痛 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 我谢谢你 已经听我的祷告了 谢谢你 耶稣受了病伤 我已经得医治了 所以 这就让我们 很快地 能够 得到医治 所以这就是看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是跟祂 同坐 同坐在天上 在上帝的右边 祂是你的阿爸父的时候 是很接近的 不是很远 以前我们看上帝是在 远远在天上 当然在旧约 祂是在天上 耶稣很没有定在十字架之前 也是在天上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完工 拉近了我们 祂就在我们旁边 这是思维上 又有在我们灵里面的 又有这个提示 又有这个显明 就让我们知道 很近 这个距离是很近的 不是在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所以今年我们不要用地上的思想 世界的思维来看天上的事情 我们要用坐在基督里 我们的心思意念 从天上看到地上的事情的时候 事情就能够 会很快会得到解决 所以你面对什么问题 他说你有恩宠 我会给你恩宠 你要平安 我已经赐下平安 就是你要去 拿他的平安 在你心里 所以今年 我们又知道 阿爸父 生生的爱我们 他就在我们 安诺 安诺 我爱你 尽管我们死在过犯中 他能让使我们 与基督一同活了过来 你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所以今年我们又改变我们的思维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 很没有清楚 就是要说 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 我们已经向罪死了 因为罪已经在耶稣身上 完全的 弯弯全全的 已经被 救赎了 所以我们 跟他一同活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有这个 加一个什么 Uli create spirit 圣灵在我们 所以我们有 我们身体是分三部分 灵魂体 这个我们要清楚 有时候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肉体 把我们 思维拉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用 我们的灵里面的思维 去看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一样了 因为 我们是与耶稣同坐在 天上 我们来 玩下两个slide 罗马书六章 第十到十一节 就告诉我们很清楚 他死是像罪死的 只死一次 他活 却是像 上帝 永远活着 既然你们 因他看自己 像罪死的 但像上帝 却看自己 是活在基督里 今年我们又改变我们思维 就是 他说 我们知道 我们像罪已死了 我们是心照在 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他是完全的 我也是完全的 他是公义的 我也是公义的 他是丰盛的 我也是丰盛的 所以我们又改变我们思维 因为耶稣在天上如好 我也如好 所以我们又有天上的思维 与他同坐在天上 upper heavenly 所以你今天 活过来的时候 是活在基督里 不是 不是这个肉体 有一个姐妹问我 在一个 修主里面 问我们说 我如何知道 我不在 律法之下 后来 我看到了 一个情节 我就给 如果你行在 圣灵里面 你就不在 律法里面 如果你行在肉体里面 你就在律法里面 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你们多看这些 法罗书讲 你就知道说 你会更明白 戒就是事实 戒也就是我们要去 接受的事实 我们是信造的人 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跟世界没有耶稣的人 不一样 所以今天 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为什么 我们是天上的 我们 所以又明白 所以又明白 你有双重身会 是我们是佛在这个世界 又知道耶稣说 你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是属于天上的 很多时候 人又说 如果我是天上 那什么我都不做 昨晚我做一个比喻 我现在我的弟弟是在医学院做讲师吗 我说如果他 他天天坐在家里 没有教他医学的知识的时候 老板会吵他有余吗 肯定的吗 如果他不讲医学 讲这个股票的 他会被炒掉吗 一定要会被炒掉吗 所以我就说 愚蠢 如果你这样做 你是很愚蠢的 所以我们又靠圣灵 圣灵的带领 今年 多亲近 我们的耶稣 靠近他 靠近他 就好像 在旧月 创世纪 约瑟的家人来的时候 他说 你们都是做 牧羊人的 你很多羊群 你需要的就是有 回窝的草藏 所以他就把它 换在哪里 处在哪里 割伤 割伤的意思就是 拉近 靠近 天上的耶稣就是代表耶稣 耶稣今年 就是说 孩子 靠近我吧 让我来带领你 让我来 给你一切所需要的 就好像 地上约瑟说 我会 完全地 供应你们一切所需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思维 是在恩典的思维里面 不要像那十个 他的圣地 看见他爸爸死了 他说 以前是我们害他 把他卖到埃及 又卖了二十两银子 他说 一定会向我们报仇的 这就是 他们是在律法上的时候 一定会有仇必报 但是 他就编了一个 故事说 在你爸爸还没有死之前 他要我们 来到你跟前 向你们说 求你原谅 其实是没有的 是编出来的 其实天上的耶稣地 他已经老恕他们 所以今年 我们又转变我们的思维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维 我们又转变 向着在耶稣基督里 天上的约瑟 我们主耶稣 我们阿爸会不会 惩罚你们 因为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被定罪了 我们就不必定罪了 他在十字架已经 完全救赎你了 罪已经得赦免 今天我们是公义的 已经兑换了 他成为平群 我们是富足的 让我们能够富足的 因他受的病伤 所有的疾病都在他身上 担担了 我们不要去担担了 因为因他受的病伤 我们已经得益子 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当我们完全靠 基督的爱与恩典的时候 我们是能够 从中得到他的好处 我们再往下看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但如果 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不受至于罪恶的本性 而是受圣灵的管理 你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属于基督 所以每一天早上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用他的话语为言我们 很多好的灵修品 为言你 让你有一个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思维 在往下看 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 既然我们是儿女 就是继承人 是上帝的后事 并且与基督同坐后事 所以如果你现在和基督一同受苦 将来也必和他一同荣耀 所以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不要怕 我们以后会跟耶稣一起的荣耀 但是我相信 当我们懂得跟从 我们在圣灵里面 在他恩典之下 上帝完全会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使我们能够 完全的 有平安 传道书第八章第十节 广且王的命令 至高无上 谁敢自问 所以我们跟他 一起同坐在 天上的时候 我们要讲 正确的话语 不要讲负面的话语 因为生命与死亡在舌头之下 所以你讲话 又不要讲细了 看见坏的东西 细掉 但是你知道 你也是很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又改变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调整我们思维 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又说 耶稣谢谢你 你能够帮助我 耶稣你能够帮助我 我们来看 以后所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 上帝承愿 借大年使基督从十里复活 所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远超越今生远世的 所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力的 做指宰的 我一切的诠释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与他同坐 我们有这个知识 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 这一切也在你的手下 因为耶稣说 当你坐下的时候 这一切朝底都在他的手下 只有你跟他一起坐下去的时候 这些他都会去解决 你如果不相信在路德记 他的婆婆 罗亚密跟他的媳妇讲 你给我坐着 坐住 不要动 那个人 就是巴耶稣 就是今天的耶稣 他会去工作的 后来你知道 他救赎了 他的弟 并且 巴耶稣与路德 路德是一个摩耶人 本来时代都不能来到 上帝的殿里面 但是就是因为他相信 罗亚密的上帝是他的上帝 以色列是他的国家的时候 上帝给他尔位的恩宠 后来成为 巴耶稣的妻子 后来 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大卫的 祖父 所以 这一切你要明白说 是我们坐下来的时候 他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去解决问题 那个是没有错 在你工作范围 你又去解决的问题 你又去解决 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 你要坐住 你要坐住 因为那一位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会去工作 他能够把他的草底 你放在他手下 他也能够把你的问题 多大都可以放在手下 很多时候我们不习惯 从前我如果遇到问题 一定去 一定就去解决 哇 你们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我 我会稳重一点 所以我就 就会静下来 静下来的时候 神就在做工 会给你 智慧去解决 所以你所做的决定 会比你在冲众之下 做决的 会比较好 以父所说 然而上帝有丰盛的怜悯 基督 他有丰盛的怜悯 他深爱我们 尽管我们 死在过患中 他能让使我们与基督 一同活了过来 你们得救是上帝的恩 当然我们得救 本父上帝的恩典 这就是信 在基督耶稣里 上帝使我们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记得 今年 我们的知识是 坐在天上 与基督在一起 好结局 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思的恩慈 向后他也显明 他无可鄙视的 丰盛的恩典 所以 如果你坐着 今年你会看到 什么 无可鄙视的 丰盛的恩典 他能够 让你 你的心态 坐着的时候 你的期待就是 他的恩典 他赐给我们 不配的恩典 如果你 回想起来 是谁给你 能力去赚取钱 是谁 保守你的钱 是谁给你 智慧去做 正确的投资 是谁让你 能够 有这个智慧 去做 更 正确的 决定 我回想起来 当然 以前都是 我厉害吗 我有 读大学吗 我厉害 我会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 我回想起来 戒就是 圣灵带领 戒就是 他 无可鄙视的 丰盛的恩典 所以 今年我们要去 去尝试 领受 戒 他会让我们去 能够去 看到这 无可鄙视的 丰富的恩典 领到我们身上 所以 这个 无可鄙视的 丰盛的恩典 就是说 你可以得到提升 你的工作 职位可以提升 你可以 让你 活在他的 里面 更有平安 喜乐 所以 今年 当我们 作诀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不做 不是说 我们不负责任 所以 我们 休息的时候 我们又 去 面对挑战 做着 那个人 会把你去解决 你要做着 看他为你争战 好吗 今年我们 我们是 产生有这样的思维 心态 面对问题 先不要去冲 去解决 做着 让他的恩典 让他的智慧 领导的时候 圣灵带领我们 怎样去做 在对的时间 在对的地方 做对的事情 那我们来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天父 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大能 才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愿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体的主 每一天 看顾了你的家人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上帝大能的手 都与你们同在 保护你们 不遭遇任何患难 不遭遇任何艰辛 不遭遇任何致命的疾病 上帝亲自与你同在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每一时每一刻 圣灵要让你看到 你是与基督同坐 在宝座上的 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挑战 一切的问题 都在你的脚下 引着耶稣基督 你已经得胜了 并且 站立得住 得胜又得胜 是完全夸胜的 因为是耶和华 为你打胜仗 因为是耶和华 为你争战 为你打赢了这一场仗 所以你靠着他 你已经是在得胜里了 与耶稣基督 同坐在宝座上 享受一切胜利 享受胜利一切的 一切的好处 享受胜利一切的荣耀 与耶稣基督 同坐在宝座上 得胜又得胜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